大家好,这里是历史万花镜,汉高祖刘邦,覆灭秦朝创立汉朝,在我们的印象中,汉朝是一个国富兵强的国家,汉朝的皇帝们虽然知道开疆破土的重要性,但是也知道休养生息的道理,于是就有了著名的文景之志。 有皇帝就必然有宠臣,汉文帝有一名自己特别喜欢的大臣,于是汉文帝找来像是给宠臣看向,像是不一会就说,你以后肯定会饿死街头,汉文帝哪里舍得自己心爱的大臣饿死街头,于是在心里暗暗发誓,自己要让他富可敌国,这名宠臣是谁呢? 因为一场梦,邓通变成了汉文帝的宠臣。邓通是蜀郡南安县的人,也就是现在的四川乐山人,但是一名远在蜀郡的四川人,是如何和汉文帝有了联系的呢? 原来是这邓通,通过自己的努力,当上了宫中的黄头狼,因为邓通会迟照谣传。 这天汉文帝在宫中做梦,梦见自己马上想要上天,但是自己只是一个凡人,如何能上天呢? 正当汉文帝一筹莫展的时候,突然身后出现了一个黄头狼,他说自己可以帮助汉文帝去天上。 虽然汉文帝并不相信这黄头狼有这么大的本事,但是试一试,总比完全没可能好。 于是黄头狼在身后推着汉文帝,让汉文帝大吃一惊的是,这位黄头狼还真的把自己送上天去了。 此时的汉文帝才反应过来,自己应该看看这个人长,什么样子。 但是汉文帝转过头去看的时候,根本看不清这位黄头狼的脸庞。 汉文帝只是清楚地看见了,在黄头狼穿的腰带下的衣服里,有一个用针线缝穿了的洞。 此时的汉文帝不得不转过头来,因为他马上要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天上了,自然是顾不得旁人的。 不久后,汉文帝醒了,他马上叫来自己的工人。 汉文帝向工人询问,宫中是否有人是身穿黄色官服? 工人思考了一会说,宫中确实有人是穿黄色官服的,他们是管理船只的小官吏。 汉文帝大喜,快带着我去见见他们。 底下的工人虽然不理解,但是黄帝都发话了,自己虽然不理解,但只能照做。 于是,工人带着汉文帝来到这些黄头狼工作的地方,欣喜的汉文帝并没有声张。 在黄头狼们向汉文帝问好之后,汉文帝就让他们忙自己的工作去了,而汉文帝则是在一旁,壮似无意地观察这些黄头狼。 突然,汉文帝看见了自己埋头做事的一名黄头狼,让汉文帝惊讶的是,这名黄头狼的腰带后面的衣服。 有一个和梦中一模一样的洞,汉文帝高兴得不行,马上让人把这个人给带到自己面前。 工人把他带上来之后,汉文帝向他询问,你叫什么名字? 此人如实回答,说自己叫邓通,汉文帝一听更加高兴了。 因为自己这邓,不就和自己昨天晚上做的登天梦,息息相关吗? 一想到这个,汉文帝就越来越觉得邓通就是自己梦中的人,越看邓通是越喜欢,也就想着赏赏邓通。 但是邓通特别的老实,觉得自己应该做好自己分内的事,面对赏赐,没有觉得自己高人一等,就连休假也不出去花天酒地。 汉文帝觉得邓通是自己不可多得的人才,像是给邓通看向,直言邓通饿死街头。 汉文帝把邓通留在了身边,先是赏赐给他万金后,又为邓通加官进绝。 就这样,邓通从一个黄头狼摇身一变,成为了上大夫。 而且汉文帝,有事没事,就去找邓通玩。 汉文帝并不指望邓通,能为自己提供治国策略。 他只是觉得邓通是自己一步登天的重要体现。 这天汉文帝又来找邓通玩,但是和平时不一样的是,这一次汉文帝带来了一个人,这个人是汉文帝找来的相使。 听外面的人说,这个相使看人特别准,于是汉文帝就想着,要把此人带过来给邓通看看。 邓通把汉文帝迎进来,汉文帝告诉邓通,这位相使看人特别的准,所以我把他带过来给你看看,看看你以后命数咋样。 帝王都已经发话了,邓通当然是点头同意了。 此时相使走过来,仔仔细细地观察了邓通一遍,不过多时,相使转头告诉汉文帝,此人的面相,看着是像会因为贫穷饥饿而死的样子。 对于这个结果,汉文帝觉得很吃惊,但是象征着自己一步登天的人,自己是断断不能让邓通饿死街头的。 于是汉文帝告诉这位相使,邓通能不能饿死在街头,完全就是我来决定的,你说的话肯定不准,邓通将来是富可敌国的存在。 汉文帝说完后,马上叫人把相使给带走了,然后汉文帝转头给邓通说放心,我肯定让你富裕一辈子。 于是汉文帝马上喊来工人,让他们撰写,将蜀郡沿道的铜衫赏给了邓通。 下面的工人,马上张罗着去办这件事,此时的汉文帝也在心里默默地想,我都把这块给你了,你肯定不会饿死了。 而邓通此时,也是正如汉文帝所说,成为了富可敌国的存在。 但是邓通并没有因为得到了汉文帝的宠爱,就恃宠而骄。 相反,他更加小心翼翼地服侍汉文帝,就连汉文帝的儿子都不能和邓通相比。 所以,汉文帝的儿子十分痛恨邓通,在自己即位后,让邓通的生活很不好过。 汉景帝不喜欢邓通,邓通最后的结局和像是所说一样。 正所谓,人人都有个生病的时候,汉文帝不知为何身上长出了浓疮,而且疼痛无比。 汉文帝马上派人去请太医来为自己整治。 太医告诉汉文帝,这不是一般的窗,这个窗不好医治,需要有人为您吸云里面的浓水。 汉文帝听完,就让太医下去了。 而汉文帝只是在床上叹息,自己虽然有不少的工人,但是这浓窗自己都无法直视。 如何能为难人家工人帮自己吸云浓水呢? 想到这汉文帝暗自叹了一口气。 正巧此时工人来通报,邓通前来求见您。 汉文帝马上让人把人带进来,邓通一进来,就跪在地上。 听闻您身上剧痛无比,陈特意前来查看。 汉文帝也没想到,这第一个前来看望自己的,不是自己的妃子,也不是自己的儿子,居然是自己的臣子。 此时,汉文帝的心中,对自己的儿子已经有点不满意了。 汉文帝又突然想起,太医和自己说的话,又是长叹一口气。 底下跪着的邓通,完全不明所以,只能马上询问汉文帝,因为什么而叹息。 汉文帝也没有准备隐瞒,将太医所说的话,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邓通。 邓通听完汉文帝所说的话,马上告诉汉文帝,自己愿意帮您吸云浓水。 汉文帝惊讶地看了一眼邓通,虽然听到了这个答案,汉文帝还是觉得邓通不会这么做,因为嘴上说说,谁不会。 于是,汉文帝露出了自己身上的浓窗,看到这些浓窗,邓通二话不说,就开始吸云浓水。 此时,汉文帝的心里更加震惊了,他完全没有想到邓通,居然真的肯为自己吸云浓水。 从此之后,邓通经常过来为汉文帝吸云浓水,可汉文帝的心中除了感动,也想起了,这偌大的皇宫,居然只有邓通肯为自己吸云浓水。 于是,汉文帝闷闷不乐地问邓通,你觉得,现在天下谁最爱我呢? 邓通虽然觉得疑惑,但还是告诉汉文帝,我觉得这天下最爱您的人,自然是您的太子了。 汉文帝记下了这个答案,邓通所说的太子,就是汉景帝刘起,不久后,刘起前来看望汉文帝。 看见刘起,为了验证邓通说的是否是实话,汉文帝让刘起帮自己吸云浓水。 一听到这个要求,刘起愣在了原地,虽然内心不愿意,刘起还是帮汉文帝吸云了浓水,只不过走的时候,脸色确实不好看。 刘起出去后,就和别人打听,平时是谁帮汉文帝吸云浓水? 工人告诉刘起,是邓通经常帮汉文帝吸云浓水。 听到这个答案,刘起心中感到愧疚,但是他,还是怨恨起了邓通。 汉文帝驾崩,汉景帝刘起登上皇位,因为浓窗的事,不久后,汉景帝就下旨罢免了邓通的全部官职,让邓通在家,无所事事。 此时的汉景帝想的,也只是给邓通一个教训,并没有没收邓通的财产。 但是没想到,此时的邓通,自己不老实。 原来,邓通也是一直想着那位相士的话,加上现在汉文帝去世,没有人护着自己,于是邓通,想要保全自己。 于是悄悄回到自己的老家,蜀郡那边的境外,安排了人手,为自己偷偷地筑钱。 但是在统一货币的背景下,自己偷偷筑钱,就是死罪。 正所谓,若要人不知。 除非己莫为,不久后,邓通就被告发了。 汉景帝勃然大怒,马上叫人去捉拿邓通。 邓通下了大狱,自然招架不住严刑拷打,把什么话都说了。 知道这一切为实,汉景帝更加愤怒了。 汉景帝下令,没收邓通的所有家产。 此时的邓通已经身无分文,而且还欠了一屁股的债。 当时的常公主听说了这件事,于心不忍。 于是安排人,偷偷拿了些东西给邓通。 但是就连这些东西,也被前来查封的官吏没收了。 常公主听说这件事后,又派人给邓通送去衣食。 但是这些衣食,邓通并没有全部拿到手。 最后邓通就和那位相氏所说的一样。 因为贫穷饥饿而死,就算是汉文帝费尽心力,也没有改变邓通最后的结局。 好了,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。 感谢您的观看,我们下次再会。